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像一个分层的蛋糕 还是两种口味的 这块呢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 13岁的小轮鼓造型非常的可爱 像其他的一些外观的配色中 它的这个轮鼓包括外喉视镜以及侧裙这里啊 都用了同一车身的颜色点缀 提升了整体的时尚感 那我们这台祖母粒呢倒不是很明显 其实说到颜色我真的特别喜欢那个奶绿奶绿的薄荷颜色 不过啊今天没有抢到非常的可惜 车长接近2米9轴距是2020毫米 采用两门四座的设计 那你可能说了它肯定没有后备箱 不过呀它的后排呢是支持全屏比例的放倒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备箱表现 比想象中的宽敞是不是 放两到三个小箱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现在呢我们就做到了宝镜TVEV的车内 它的车身虽然小巧 但是呢车内的空间并不是那么的局促 我觉得原因呢只要有两个 一个是主副架的中间呢是互通的 那可能很多人会担心副架的脚要是伸到这边踩到油门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它一个凸起的部分 所以就会起到一定的阻挡的作用 另外呢它的这个仪表盘和中控屏呢 合二为一放到了这里 所以整体看起来的这个设计就很简洁 不是特别的凌乱 它的车机采用的是宝骏车联网2.0的系统 支持在线的OTA的升级 它还有蓝牙钥匙的功能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忘了带钥匙 只要你有手机 就可以通过手机的APP当钥匙 把这个车辆给打开 它还可以通过手机的APP查询 车辆的充电的状态呀 包括你可以一键寻车 这个艺术家的这个车型呢 它还可以就是提前帮你把空调给打开 副架前面没有手套箱 只给了两个挂钩 可以挂一些东西 然后这块有一个小的储格子 可以放手机呀卡片之类的 主架的座椅呢 是支持六项的手动调节 那副架是支持四项的手动调节 这个座椅啊 它全系都标配的是皮质的座椅 但是我觉得它的填住物 还是有一点点硬的 还有一个一键进入的扳手 这样扳一下 然后呢就可以 很方便的进到后排了 那因为我比较瘦 前排调到了我的座子后 后面的腿部空间 还有那么一拳三指的剩余 然后头部空间 大概也有一拳的剩余 它的这个两边特别好的是 给了特别深的这个储槽 可以放很多东西 而且两边还有这个杯架 这边呢还有一个USB的充电接口 另外的就是它这个座椅 它的座椅也是填充稍稍有一点硬 而且这个靠位比较的直 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的这个头枕呢 是上下可以调节的 DVEV搭载的是一台后驱电机 最大功率是40千瓦 峰值扭矩是150牛米 它的底盘呢采用的是前脉附近加后双横臂的双独悬的结构 那它这个车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开起来非常的灵活 因为它车身很小巧嘛 变道啊停车什么的就非常的容易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动力 城市通勤代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在高速上去超车 真的就是有一点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这种感觉了 在过减速带的时候呢 能感觉到它还是挺整的 你看啊 就没有多余的这种弹跳 但是呢一些细微的震动过滤的不是很好 另外我们就最想吐槽的一个点 就是它的这个空调的出风口真的太小了 像今天杭州真的非常的热 但是我们在开的这个过程中 想把这个空调的出风口 让它这个风向往上吹的时候 发现就根本做不到 因为它只能调低或者是更低 不能让这个风往脸上吹 所以下边很凉快 然后脸上就感觉很热 这台艺术家的车型呢 还加了选装包8000块钱 那它就有这个智能驾驶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360度全新影像 ACC的姿势应巡航 包括这个紧急制动自动驳车等等功能 那这些功能呢就很适合新手 EVEV的NADC续航旅程呢 为305公里 它的电池使用的是 容量为31.9千瓦时到磷酸铁锂电池 而且呢它支持快慢充 它的充电口在前面logo的这里 这块是快充口 这块是慢充口 另外啊 它还可以支持家用的220伏的电源 去进行充电 快充是一个小时 可以从电量30%充到80% 那慢充的话就是充四五个小时就能够充满 另外还有一点要说的就是它支持取电的功能 那如果在周末的话 小姐姐约上闺蜜就可以开着这台车出去交游 有这个功能的话就会方便很多了 KVEV拱推出两款车型 售价在6.98万到7.88万之间 高阶版再加上选装包 价格要接近9万块了 其实这个价格空间更大 动力更强的通勤代步小车可选的又很多 但KVEV显然把市场定位瞄准了女性用户 她们对车有自己的需求和独特的见解 除了通勤代步 车还是展示个性和生活态度的单品 时尚可爱 灵活好开 KVEV或许也能像自家的红光mini EV一样 赢得不少小姐姐的青睐